哈喽哈喽 视频开始前 多关注 多推荐 多同意 多收藏 谢谢 欢迎到我们的 B站室友图片 今天也请来了我们大家宾 我们的亮亮和演员 哈喽 真的好吵 那你们认识的时候是你大二的时候 还有你大四的时候 然后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咱们第一次 咱们第一次教学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大二的时候应该是你主动联系我 然后他加了我的微信 然后就先约了一个吃饭 然后吃完饭之后呢 然后当时你刚刚原租房子嘛 然后约我去他家说看电影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当时真的就只以为是简单的 只是看电影 然后就看完电影之后 然后可能也喝了一点酒 但是第一次他表现还不太理想 就是一直怎么说 就是不够 对 但就是我觉得不够那个 但当下我真的我很有负责 就是我当下我带反思自己 我觉得是不是他没有那么喜欢我 哈哈哈哈 一个是累 再一个就是他当时我不知道 他可能以前比较喜欢那种叫剧 所以那天就是让他还没有就是 老师很没进入造 老师私下就玩很大的 当天很好 但当天就是 遇到了一个好学生 当天不好意思给你展现那一面 对然后反正第一次 而且老师第一次很紧张 我那次真的很紧张 反正就是anyway 最后表结下来就是不是很好 然后我还安慰他呢 我说没关系啊 我说那下次也许会更好 我给了他第二次机会 因为他后来又的微信跟我说 昨天太累了 没有表现好什么 然后我很大度 我说那没关系 那才能有下一次啊 证明你自己 然后就顺其自然 可能马上没过多久吧 就又来了下一次 我们重整旗鼓 就是越来越好 下一次他就给我展示 他的那个叫巨龟 对对对对 我的重整旗鼓 我希望让他认识真正 我觉得你是故意的 因为他那次把叫巨龟 给摆在他家特别显眼的地方 大概可能比如说 这是茶几 就在这个旁边 我一看我说啊 就是有一些什么 对对对 有些咫尺啊 当时你好像在上厕所看 我当时都想逃跑 就是我觉得是不是 你找不到话 然后我就看到他 我就说啊 我说原来你喜欢 我想长州镇定 我说原来你喜欢这个 然后他说对啊 他说你要不要试一试 我就说啊 我说要不试一下 就是演奏 我就拿了一个最弱的 然后结果那一次 就是真的有重整雄风 就没有想到老师 是喜欢吃一些麦当劳 对对对 老师真的很爱吃一些 麦当劳 对老师是Starbucks 对 老师喜欢Starbucks 老师是西班尔克 喜欢麦当劳 对然后反正就是在那之后 两个人就是慢慢敞开心 就是知道了 但是其实那时候 还没在一起对吧 然后也是有了那么几次成熟 和比较好的体验之后 然后他才开始 正实算追求吗 然后才开始在一起 你们是说先上课再爱情 对对对对 先上课再交学费 是因为爱 我们是因为上课 走到那一村 上课比较和谐 就是老师叫的不错 对对对对 然后是盛起自然的 然后再交学费 没错 刚开始是白嫖 刚开始只是想蹭课 并没有想 并没有想 是的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一个问题 就是想让你们分享一下 彼此不知道的小秘密 你先说吧 我先说吧 我想到了一个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聊 我不知道你也会不会这样 就是他们有时候比如去洗澡 然后我就会趁机解开他的锁 然后看着他的手机 你会趁他洗澡的时候 你会趁他洗澡的时候 但是但是我看了多少次 但是很多次 但是我不是看说他有没有什么出轨 之类的 我是会搜什么的 我经常搜的是比如搜我的名字 搜亮脸 我想看他有没有在背后说个坏话 你想看一下就是你在他朋友那边的口碑怎么样 对他类似这样 然后呢是看一下他跟别人怎么聊起我 然后他目前看起来都还挺满意的 所以你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 所以他在朋友那边基本上怎么形容你 就可能会说就是 我就说一些比较真实的吧 就觉得说我很能证吗 什么之类的 你证得还挺不错 对 好真实 我的秘密 其实我的秘密其实挺小 大家很多男生一般都会怎么干 所以我们俩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出差 或者是过年回家 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 晚上睡觉之前 晚安嘛 你快睡吧 我马上也开刀了 对我马上就会去 就去打游戏 好像很正常 就是如果说他跟你说晚安 他还打游戏是很好 如果还跟你说晚安 微信部署还在动 微信部署 那就很可怕 他凌晨1点跟你说晚安 然后凌晨3点 微信部署一万多步 或者突然有一个什么美团消费 这才可怕的 那真的没有 好的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认识已经7年了 要不要说一下这7年内对方让你最生气和最感动的一件事 那亮亮先来 最生气的我现在能够想得到吧 就是也不能叫生气 就是会有点难过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出柜的状态 嗯 然后呢就是我也特别希望他能够对他 他其实目前也是 但是可能他对比如说他家人啊 或者他可能老家那边的朋友 这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状态 然后有时候他就可能害怕比如分享到我们的一些状态 或者视频到他的朋友圈啊 或者那种短视频上不是会有那种认识的人吗 他就很害怕这个 所以一直不敢发视频 我就觉得这个有点没必要 就是我是觉得希望他能够走出来 就是勇敢的面对自己 然后感动的事情 我觉得我现在也可以想得到就是 他真的是一个相对来讲啊 在行为上非常模范的男友 就是之前就是我们还没有在一起 那个时候我当时好像要搬家嘛 然后他毕业 然后我当时搬家 其实我只是跟他说了这一句 然后呢他当时还在外地玩 就是他们当时毕业旅行什么的 然后我跟他说了 我说啊我周末要搬家 然后没有了 他真的就是特意回来 就是就就为了回来帮我搬家 然后还要接着下一 就是搬我搬完家之后又接着回去玩 就为了就是回到广州 然后帮我搬一个家 然后帮我就是打包东西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还有点感动 就是包括他后来也是这样 就是即便可能很多事情 我觉得不一定要他帮忙 但是他都会马上就是说一句马上就当 这个还挺感动 来到你了 我很感谢你 来说他算生气的 他他有一点现在很不好 就是我经常会因为这个骂他 他不讲卫生 他倒不是 不是你要说清楚 那那我觉得我很强 有多不讲卫生 就是他这个最严重的 他对卫生的要求很低 你懂吧 就比如说我可能对卫生的要求 是一个这个大酒店 他对卫生的要求就是旁边路边摊 那是不是两个人住都这样 就是说谁爱干净谁倒霉 但不是我刚刚要反驳就是我之所以这么要求低 是因为所有的家务事都是我在干好吧 不是 我能问太多了 我不得不这样 我可以分享一个事情吗 就是他以前真的有一个家务 在我在一起 这些事情是我后来知道的 我当时震惊我一年 就是在我们那一年当中你知道吗 他坚称就是他没有跟那个人发生任何越轨的事情 但是那个人大概没多久来一趟 也没有多久了 也没有多久了 所以你之前是真实的有个家务奴是吧 如果他家务 如果他玩洗的不赶紧 你脱帮你去带他 那应该不行吧 给爸爸把这个碗给我洗赶紧 那不行 所以你是可以把他带到的我身上 不是不是不是 那以后这个我来洗好吗 我来洗我来洗 所以之前是不是有个家务奴啊 试试 试试 哇 我没有在说 这是黑波的吗 看你了 我觉得ok 好厉害 他应该没有在看的吧 应该没有在看吧 应该没有在看吧 就是他应该是自愿的 嗯 对就是 嗯 了解了解 就是个凭本事吧 对对对对 算是你的本事 尊重取向吧 尊重祝福吧 对对尊重祝福 那说一下他让你感动一点 感动感动 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好 有一点比较好 他 其实亮亮是一个北深对自己挺口门的人 嗯 对 对 虽然说他赚的挺多的 他确实挺赚的 但是他很爱他也存钱 然后呢 他不爱乱花钱 他也很少给自己买什么东西 但是他就很爱给我买 对 就比如 对就是我的金主 就比如说我突然说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这个东西 但是我也没有好说我非常喜欢 他可能说一嘴 或者就提了一嘴 然后就借着某一个节日或者说某个什么机会 然后这个东西突然出现在我 就我很喜欢给他买惊喜 对 那不要说一几个例子 最近呢 最近呢 我刚换了新手机 给大家展示一下 展示没有广告费 就是他喜欢的东西 我就知道那几样吧 什么的数码或者鞋啊 对 我就新手机啊 然后我就会可能比如看好了之后 他可能只是一说 但是可能比如到他生日啊 对对对对 或者是某个节点的时候我就买 但他也会这样 只是他可能 因为我很少说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他就这样说 对 我一般都问你到底想要啥 好的那我们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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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